整个范音寺的僧人都知道,明镜师兄清冷矜持,不近人情,直到某天有人在秘境中偶然路过,竟发现他将明空小湿地抡在天上垂。 明空的微笑一直停在嘴角,摇摇望去,只能看见一个发着光的人脑袋在半空飞。 仔细一瞧,偏偏他身体又挺得笔直,被明镜握着脚踝打在钟上,宛如摇摇晃晃的人形雨刷,情形之诡异,小孩看了都得连续做半年噩梦。 终声激荡,百受巨精,金光如同一层层荡开的波浪,在逐渐暗淡的天色里扩散开来。 徐叶捂着耳朵,用剑气抵挡住浩瀚不绝的灵压,被折腾的头皮发麻,我怎么觉得,明空的脑袋比钟储更好用? 他所言不假,身为泛因四里的天才弟子,明空苦练金刚护体神功多年,身体已逐渐超脱了常人范畴,往千年老钢筋的方向越跑越偏。 说老实话,站在一个绝对公平正义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坚固程度,还是对灵厉的承受能力,明空都远远胜过他师兄原本的中处。 哪怕是要对比两道声音的清脆度,只需把小和尚光秃秃明晃晃的头顶往饭中上一瞧,颅骨与玄铁亲密接触的瞬间,不用太多言语,就能毫无悬念地夺冠胜出。 宁宁看得嘖嘖称奇,按道修仙界,真是人才辈出。 前有所那范中二胡各种音修,后有出水鲁蛋人体中处,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只有他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 御寿宗的两名弟子本就不敌,如今又不像玄虚剑派能够以剑气为盾,被钟声冲撞得战力不稳,最终还是那女修扯着嗓子大喊一句,别敲了,我们认输。 话音响起得刹那,范中声这才淡淡散去,空留一片未尽的余音。 一山更有一山高,修仙界处处是人才。 御寿宗的两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自己引以为傲的骚操作居然会被更骚的套路置住,只得含泪上交身上的所有令牌,莫了携手相望泪眼,一并从试炼秘境中淡出身影。 明空明镜显然早就发现了明明等人,拿过令牌后,齐刷刷望过来。 瞧眼被方才人体中处的场景吓得不轻,下意识后退一步,站在宁宁身旁。 阿弥陀佛 明空含笑着将双手合十,微微攻身,佛说,前世五百次回眸,能换来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 小僧与施主们如此有缘,想必是前生积来的福分。 佛,滚,我没说过。 贺施主 明镜亦是嘴角微勾,周身尽是属于佛门青年的儒雅随和,多年前一山一别,你我便在位相见。 今日得见,时乃缘分。 贺之周很少能遇见旗鼓相当的对手,叶宗横算一个,这位明镜师傅也算一个。 以此人的厚脸皮程度,清华北大都要为了他特地增设一门学科,名曰挑战人类承受极限,带你走进厚脸皮学。 再稍微发展一下,还能送去国家文化遗产,跟那群厚敦敦的古城墙待在一块,也算是认祖归宗。 贺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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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小脾气上来,压根不愿理会这白眼狼,刚想很有骨气地偏头不理他,下一瞬就听见明镜继续道。 小僧一直感念贺施主救命之恩,既然此刻相逢,那便将夺来的所有令牌尽数相赠吧。 说罢,竟然当真伸手往袖口一掏,拿出八块方方正正的令牌。 贺之周本想拒绝的,可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若是将夺来的令牌全部送人,明镜师傅可就只剩下自己的一块了。 贺之周的模样如同春节收红包,与亲戚故作客套地推推嗓嗓,不行不行,要是被淘汰了,该怎么办? 明镜非常懂事地配合他,出家人随心顺意,一切皆有命定。 小僧来此秘境只为历练,贺施主不用太过担心。 明镜眼看着自家师兄美滋滋收下其中四块,只差对明镜来一句朋友一声一起走。 或许这就是男人之间的友谊,让他实在有些搞不太懂。 他沉默片刻,轻声问道,如今天色已晚,将近入夜,两位小师傅不知打算前往何处。 宁静温声应答,浑然不见了轮人杂人的气质,活脱脱一个忧郁文艺青年,以天为备,以地为习。 我们出家人习惯了苦修,更喜爱生活于天地之间。 佛说,浅犬红尘非我所好,落叶才是归宿。 佛祖风平被害,宁静心底咯噔咯噔跳个不停,脚趾已经快要抠出三十一听。 偏生贺之周纳斯得了令牌,兴奋地忘乎所以,居然也用国旗下演讲的口吻沉声接话。 看来我们与两位小师傅今日注定分别。 只可惜错付了三生时尚园,造就此生擦肩而过的节是花中会落,是园中僵了。 哎,你居然这么快就入戏了呀。 明空明静,很快道别离去。 宁静一行人,则跟着乔延回到瀑布旁的小屋里稍作休息。 小狐狸对那两个和尚念念不忘,一边走一边问,我爹娘常说修真界少年英才辈出,指的就是他们吗? 宁静默了一下,这个,后浪吗?总是要在以前基础上不断创新和改进的,不然怎么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 他们回到瀑布边时已经临近傍晚,今日辛苦操劳了一整天,没想到不但竹篮打水一场空, 除了令牌,什么也没捞着,而且疑云还越来越多,叫人完全摸不清头脑。 水晶阵法里的魔族,灵狐一脉的去留,以及最关键的灼日功去处,一切全都置身于迷雾之中, 宁宁只能窥见隐隐约约的一角,浑然看不清晰。 乔延到底是火急火燎的性子,回到聚落后便急忙带领众人找到琴娘, 一双耳朵软绵绵地搭拉下来,简略叙述了事情的大致经过。 卓日功,不见了? 坐在轮椅上的女人轻咳一声,有眉微微促起,怎会?咳? 说到一半,又抬眸直直望向身旁的女儿,娘亲早就告诉过你,不要去西山冒险。 火黄和魔族都不是你能解决的事情,若是自以为是稀里糊涂,到时候出了意外,那该如何是好? 我,我只是想救你们。 乔延被钉的心下发急,咬牙道,水净阵法日渐示威,若是魔族有朝一日,将它突破。 小延。 琴娘轻轻握住她冰凉发颤的手,我们本就是垂死之人,依靠秘境中的天地灵气,勉强苟活。 一旦离开此地去往外界,便会很快因灵力衰竭而亡。 你听娘一句话,等诸位小道长历练结束,秘境门开,你便同他们一道离开。 这是母女之间,头一回捅破薄薄的窗户纸,将此事摊在明面上讲开。 乔延哪会答应,当即红了眼眶摇头。 当年我们举全族之力,都未能将魔族除去。 就算你能拿到卓日公,那又如何? 秦娘继续出生,距离大战已有数年,想必水下的魔物早已恢复大半实力,只等着破阵而出。 以你一己之力,定然无法将其铲除,更何况,如今卓日公还不知去处。 此话一出,乔延便彻底没了言语。 宁宁有些担忧地看她一眼,轻声问秦娘,说起这件事,不知宁可有眉目? 女人的脸色,比今日白天所见,更加苍白,想必灵力时时刻刻都在削减。 已支撑不了太多时日,卓日公向来被藏于密门之内,唯有一族之掌能将其取得。 在大战之前,玉佩一直由我夫君保管,后来又被火皇截去。 关于此中内情,我也并不知晓。 她顿了顿,迟疑道,或许是魔族失了伎俩,将其盗走,诱惑族里出了。 话说到此处,便骤然停了下来。 唯一能抵御进宫的神功被盗,如果不是魔族亲自动手,那定是灵狐一族中出了叛徒。 至于背叛的那人究竟是谁,没有人能妄下定夺。 就算神功仍在,也改变不了分毫局面。 秦娘又望向乔妍所在的方向,谋底隐约献出几分决然之意, 娘亲已不在乎她的所踪,指望你能好好活下去。 答应我,不要再以身示险,等秘境开启之日,便离开此地。 乔妍咬着牙眉说话,眼眶又红又肿,强撑着没让自己落下泪来。 她等了这么久,好不容易等来能打败火皇的仙门弟子, 把一切西纪都寄托在那把神功里头, 如今所有祈愿却在虚余之间浑然破碎, 不得不面临无比残酷的抉择。 要么逃出秘境独自生,要么留下来与族人一起死。 灵狐一脉在秘境里绵延千百年,现今突逢大变, 若你也葬身于此,便再也没了传承。 此事事关重大,你先回房境一境,多多私损一番。 秦娘叹道,如今天岁已晚,诸位小道长若不嫌弃, 便在此处好生休憩吧。 她说的内敛,宁宁立马明白这是句逐客令, 压低了声音点点头,我们明白了。 众人很快便与秦娘道别,等从房里出来, 乔妍一直处于极度低气压的状态,一声不吭低着头。 没成想刚走几步,就遇上了意料之外的两个人。 站在后面推轮椅的宁宁记得, 是那个叫做小招的狐足小孩, 他们与泥光岛交锋之际, 便是这孩子在瀑布下做好了密门的幻术,以假乱真。 她跟前的少年人坐在轮椅之上, 看上去很是俊俏, 见眉心目,薄唇浅粉, 满头青丝披散于身后, 如同漆黑锦段垂落而下, 衬得柔和白皙的面旁, 愈发苍白无色。 宁宁很敏锐地察觉到, 站在身边的乔妍浑身一致, 竟是慌了神。 小颜姐姐! 男孩咧着嘴向她打招呼, 轮椅上的陌生少年同样汗手笑笑, 声线温和, 小颜。 你们出来散步? 因为族里的变故, 乔妍不得不强迫自己养成了干脆利落, 毫不优柔寡断的性子, 这回却少有地露出了拘谨的神色, 声线也是干巴巴地僵着, 身体好些了吗? 少年唇边琴着笑, 嗯, 我听闻你今日多有劳累, 记得好生休息。 乔妍呕了声, 又听她继续道, 看个位小道长神色匆匆, 我也就不多做叨扰, 先行告辞。 少年说得一气呵成, 乔妍还是点头, 原本竖着的耳朵, 却悄悄搭拉了下来。 哦, 我知道了。 等那两人渐行渐远, 逐渐离开视野范围, 贺之舟才恍然大悟地脱长语调, 那就是你喜欢的男孩子, 对不对? 乔妍刹纳红了脸庞, 转身背过她的视线, 过了好一会儿才突然靠在栏杆上, 用手撑着腮帮子回答, 嗯, 你们两个一起在湖族长大, 应该是青梅竹马吧。 好奇宝宝许叶跟着接话, 怎么感觉如此生疏? 我喜欢她, 她对我没兴趣呗。 乔妍借由手掌的支撑昂起头, 望向湛蓝如喜, 宛如明镜的天空, 瞳孔里尽是黑沉沉的色泽, 像是一潭幽暗沼泽, 令人透不过气, 尤其是大战之后, 她原本还会温温柔柔地跟我讲话, 大战后却刻意与我拉开了距离, 变得冷漠许多。 有时, 我们俩就算见了面, 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跟陌生人没什么两样。 宁宁熟读古今中外各大孽心剧作, 狗血喝了一盆又一盆, 只觉得这剧情听上去格外耳熟, 轻言细语地安慰她。 或许她并非讨厌你, 只是由于自己灵力全失, 连走路都是问题, 不愿拖累于你, 让你在她身上花费太多心思和时间, 所以才故意疏远, 这样离别的时候, 也不会觉得有多么伤心。 我才不要这样的故意。 乔妍哽咽一下, 抚摸上手腕的一串碧绿碎条, 硬撑着继续道, 娘亲也是, 总想要替我决定这样那样的事, 可我压根就不愿那么做, 他们总觉得是为了我好, 可我不怕死掉的。 一时间没人再说话, 五个个怀着心思的年轻人 一并站在长廊之上, 看天边夕阳西下, 被远山吞噬橘红色的朦胧余晖。 四下安静极了, 最终还是贺之舟小声开了口, 试图笨拙地转移话题安慰她。 乔姑娘, 你手上这个就是千丝碎, 挺漂亮的。 她曾经说过, 自己也给喜欢的男孩子送过一条, 可惜对方并不用心, 不知什么时候将她弄丢了。 这回许叶终于有了话语权, 一本正经道, 这个我知道。 当初我给师姐买过一盒口汁, 她收下时嫌弃得不得了, 以后也从没拿出来用过。 她不知想到什么, 嘿嘿笑了声, 耳廓泛起浅浅的红, 但有次我去她房间, 居然发现那个盒子 被很小心地放在书桌上, 每天一回房就能看到的那种, 所以你不要太伤心, 说不定她偷偷摸摸把它藏着, 时不时拿出来看呢。 许叶说不下去, 雾字捂着脸低下头笑, 脸庞红成一片。 这句话一出来, 神情变化最大的并非乔延, 反而是裴激略显局促地抿了抿唇, 眼底依依更浓, 一言不发地低下头去。 宁宁自然不会注意到 她的表情变化, 随着乔延走到篮前, 用手撑着脸颊问她, 乔姑娘, 等秘境开启的时候, 你打算怎么办? 乔延沉默许久, 终是摇了摇头。 众人劳累一天, 约定明日在一同探寻卓日宫的去向, 今晚先好好休息, 恢复经历。 宁宁左思右想, 总觉得奇怪, 在屋子里怎么也闲不下来, 于是出了房屋, 打算独自透透气。 傍晚时分的整个秘境都蒙了层淡淡血色, 天气跟渣男一样冷热不定。 白日的暑气未消, 把树叶与青草的顶端揉成皱巴巴的模样, 像是垂垂老蚁的病人, 怎么也提不起力气。 唯一清凉些许的, 只有瀑布之下。 宁宁本打算去那里乘凉的, 没想到刚走到水潭旁, 便猝不及防见到一道熟悉的身影。 裴继穿着黑衣站在瀑布前方, 飞溅的水雾织成细密的白网, 将他整个人都笼罩其中。 站在潭边远远看去, 只能隐约见到他五官模糊, 身形纤长的漆黑影子, 那腿长得随便披个岔, 都能把他天灵盖给披霉了。 水光倒映着天边血色, 细细望去时, 竟有丝丝缕缕的黑气自他身后一出, 恍若盘旋而上的蛇祸藤腕, 阴冷诡诀, 悄无声息, 宁宁只不过遥遥相望, 心头便不由自主猛的一颤。 对了, 原助理曾经一笔带过, 裴继在秘境之中磨气复发, 便知深入水, 试图用潭水的良意缓解磨气焚身。 然后, 这段经过实在写的流水账, 还没等宁宁想起后来发生了什么, 就听得脑海里猛然响起一阵低声, 那样熟悉, 那样迷人, 如同阎王爷在半夜勾了他的魂。 丁, 任务发布, 你在秘境中探寻许久, 竟在水泼中见到了死对头裴继, 裴继磨气缠身, 想必意识不清, 极度虚弱, 想起他曾经让你吃过的苦头, 你下定决心要一雪前耻, 本打算趁机偷袭, 想起玄境外的长老们, 忽然灵机一动, 改了主意。 若是所有长老都见到他魔气发作, 伤及同门, 那定会是一出好戏。 请按照原文剧情, 走进坛中接近陪继, 绕他心性, 引之入魔, 等等, 宁宁望一眼水雾里少年鲜兽的影子, 急急问道, 现在, 这招伤敌一百字损八千, 不至于, 真的不至于啊。 以他们两人的关系, 他定然不会狠下心伤他, 要是陪记一个不留神, 长老们所见的, 就不是什么魔气入体伤及同门, 而是花季少女, 死如烟花之绚里, 于瀑布前榨成血花。 系统应得毫不犹豫, 现在, 立刻, 马上, 宁宁, 喝, 你这魔人的豆浆鸡, 闭嘴吧。